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回來了 又回來了 今天我想說一些嚴肅一點的事 對的 今天嚴肅一點 我看到一宗新聞在日本發生的 就是說有一個男子 你當他中學 一個男子 他喜歡了一個男子在學校 跟那個男子告白 跟他說很喜歡你 之後那個男子跟他說對不起 我接受不了 然後隔了兩個月之後 那個男子被告白 即是同學仔 同學仔開了一個群組 在群組裏面跟其他同學仔說 這個告白的男子原來他是雞 即是他是一個同性戀者 對 他是雞 還要說忍不住 對 我忍不住 我真的要講 我要講給大家聽 誰是雞 然後那個雞的男子 他就接受不了 覺得他這個世界 他本身那個世界 因為他一句說話 搞到天翻地覆 最初他回應他的時候 就說這樣又怎樣 即是在短訊裏面 還有一個笑笑公仔 這樣 那憲法又不會因為你這樣 給到同性戀者人權 即是他當初都用一個 比較正面的態度去回應 是 之後才是發生剛才你說的那些 是 之後他有想過找律師告他 但最後是沒有行動 而最後這個男子在選擇自殺 是過世的 他最終是走了 這個是 然後我講完後面 他的家人就決定要代這個男子 去告這個 代他的兒子去告那個同學仔 這樣 在這件事上 學校說他的處是恰當 因為他覺得應該要 因為那個男子去找學校尋求協助 然後那個學校的學校是告訴他 要不這樣 我幫你調班 要不你留級 你少一點跟那個男子接觸便可以 這個 我們好像沒有說是甚麼 他幾大年紀 之類的 新聞都沒有表達 但他是一個碩士生 即是是一個成年人 即是他的對方 他是同學 即是都是成年人 不是中學嗎 不是呀 是碩士生 錯過了這個點 是很重要的這個 那 並不是小孩子 都大家 起碼叫大人 亦都是朋友 他的同學已經是朋友 然後他在那個同學圈 再爆他出來 這件事正正 好像我們上一集 講奧運 有個記者揭揭別人私隱那些 是 同一個道理 即是 上一次我們就講過 有一個運動員 他的國家 湯家這個王國 是不 同性戀是非法的 是 這個日本 他不非法 即是沒有 沒有非法 沒有合法 沒有相關的法例 可以保障到同性戀者 或者LGBT 所有群體的人 是 但是 正正 我向你表白 你可以不喜歡我 但你不代表你可以 不斷地告訴我 真的告訴我 其實我不明白 究竟 為何那個人 要開一個群組 然後告訴別人 這個同學是假的 那是什麼意思 你想叫其他人 小心點 還是他很想告訴別人 他很有可能 連男生都喜歡我 即是我覺得 首先 他這個行動 是有問題 他為何要周圍跟別人說 即是我們先撇除 討論一下 我先撇除 他需要一個勇氣 他需要一些時間 他需要有一個好好的準備 心理上的準備 然後他跟別人說 他勇敢面對 不知道究竟這個世界 或是他跟別人說了之後 別人怎樣看他 現在他是零準備之下 無端端 有人在你面前跟別人說 他是假的 對 這些是最無恥的 我剛才想說 把兩件事分開 一件 一件 公開他的身份 一件 是兩件 剛才你說了 被迫摻摻這一件 這件 當你毫無準備 沒有想著告訴別人 但我只不過對你有興趣 我想跟你說 我喜歡你 兩個月 隔了兩個月 是啊 並不是 什麼大件事 因為喜歡而已 是啊 那你可以 剛才說了 你可以不喜歡自己 是啊 你可以不喜歡他的 但是 不代表你要將他這個行為 去共駐於世 告訴別人 是 你說得對 這個人的做法 首先是有問題 就是他要開一個群組 去跟其他人說 去分享他們自己之間的 對方也覺得是秘密 是啊 就是自殺者 當然是一個很大的秘密 是啊 很信任他才會去說這件事 是啊 才講 其實他喜歡男生 和喜歡他 嗯 這個對我來說 是切身處地 我是試過一次的 我是試過一次 那些人都是這樣對回來 是 再說 我又沒有什麼 因為我本身出現了 但是我反過來 我是說 喜歡了某一個人 喜歡了某一個人之後 然後那個人 就周圍跟別人說 他喜歡誰 他喜歡誰 是啊 很大嘴巴 那些人叫做 賤格到無倫 那我亦都想像到自殺者 那位朋友仔 就是那個學生 嗯 他有幾大的壓力 因為呢 最老套的 就是分開說 分開兩件事說 首先他未準備出現 是 沒有想著 是 另外一件事就是 他喜歡這個男生 這一件事 他只是想分享給他喜歡的人 是 並沒有想著告訴別人 我喜歡這個男生 是 他的壓力承受多大 首先 是 第二 就是喜歡做一個 自己的同學 嗯 這兩件事再加在一起 就是令到他 說真的 可能精神恍佛 抑鬱 我覺得他學校處理上 都是有些問題 就是你有什麼可能 是叫他 你跟那個男生 距離遠一點 就沒有事的 是啊 就是 但是呢 我發現 就是 我不知道是 他這個 這麼 這麼 大年紀的 或者 大學 已經是 二十四五 是 可能他大學的處理方法 就是這樣 但是其實在香港 中學的處理方法 都不是見得很好 為什麼呢 就是你有這樣的經驗 不是我 是我的朋友 我認識一個人 他就跟了學校說 他喜歡男生 因為基本上是因為這樣的 他有問題 然後去找社工 然後社工跟他聊天 有一天他跟社工說了 他跟學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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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學校說之後 搞了一大輪 事情 就是 你是不是不是的 你不是的 你這麼快 你這麼快知道的 你不會是的 可能你長大就不是的 他完全沒有幫他解決過任何問題 你這個學校 有沒有宗教會境 沒有 然後不停告訴他 你不是這樣的 你已經沒有決定 你還未知道 你大定 你這樣說 真的沒有視線 你這樣說 即是給了一個很 negative 告訴他 這是不好的 然後那個男生 就很不想上學 很不想上學 會的 因為你都不接受 是的 然後那間學校的處理方法 還要失去不讓他上課 然後叫他去跟老師 跟老師聊天 聊了一堂 即是 這些事情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因為很多 我不知道我們觀眾 有沒有學生 我不知道 總之 但你這個過程 你覺得跟性戀是有問題的 所以要花一堂 來跟你聊天 是近年代的事 近期正在讀的 現在正在讀的 其實做法 這麼像幾十年前 我讀中學的時候 是的 我覺得有沒有搞錯 沒有見過的 現在個個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在說 其實同性戀不是一個病 不是有問題的 為什麼你還要這樣處理 你會覺得 他主要是中學生 中學生 當然不會懂得想 究竟自己是對 還是不對 他的批判性的思考 是沒有那麼強的時候 你這樣是影響他 我是不是有問題 是不是個個都不喜歡 學校都不喜歡我 因為我剛才說 我二十幾年前 其實好像很多集之前都說過 但還說多一次 我突然想起 我們在說 我當時喜歡了一個男同學 甚至乎很親密的 會拖手成的 在學校 然後 要見社工 即是他覺得 男生和男生 是要見社工 即是我的班主任 就安排了我們見社工 兩個一起見 分開見的 兩個都要見 但是分開見的 然後 總之 Wuels到 是去到校長那裏 我是官立學校 那時候 即是沒有宗教會境 然後我說 為何要見校長 即是見家長 家長要見校長是很大件事 不是見班主任 是班主任要求 我媽媽來見校長 講這件事 我應該記得是有來 但他們有講了些甚麼 我不知道 即是你不可以在裡面 是的 所以我剛才突然想起 難怪是我媽媽 是我媽媽 是 我懷疑是那時候 他已經知道 即是那時候 校長跟他講 但他又不覺得是甚麼大問題 是的 沒有甚麼出聲 又沒有成這樣 即是這個 我就發現 二十多年前 我讀中學到 是的 到今時今日 處理手法 原來是沒有變過的 是的 而且我覺得最離奇 是為甚麼 人家有課 你又不被人上 然後要花那一課 然後在那裏和你聊天 是的 我也是 即是說 你不用上課 那你下來寫公室 那些 甚麼事 現在 為甚麼 為甚麼你要覺得 別人大過了 就不是這樣 我們並不是 討論教育制度 而是 處理 他是沒有處理過的 你知不知 我問他 他問了一些問題 你是不是真的喜歡他 你大過了就不是這樣 不停地重複 又重� 又重� 這些就是他的處理方法 就是沒有處理過的處理方法 因為他不會處理 是的 我覺得有沒有搞錯 你都這麼多年 這麼多年 才發生了這麼多事 等等不同的 是關於同性戀的 那為甚麼到現在的處理方法 還是這樣的 所以 剛才一直在說 鼻吸蹲 或者處理方法 我不理大家 是直定戀 也好 如果你身邊突然間 有位 有位 同性戀者 想跟你們 講一些話 或者你 很想問他 盡量都 私底下 叫做 這頭講那頭散就算了 就不要將 別人的性傾向去公開 不要討論 是的 好了這一節差不多 一會兒回來繼續 沒有精神貴奶奶 有沒有東西給我擦電 兩天的六連斤 韓國紅心溢邦補理 他再用營養成份 達至最巔峰的六連斤 紅心濃縮製成 輕便獨立包裝 試開 馬上喝 隨時幫你改善血氣 醒路提神 做事自然有心機 五天桌試飲 都只有一五夠 馬上到MIHK網店 訂回充電 結束 第一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